玫瑰玫瑰我爱你 经典老歌也是长辈年轻时代 最走红的代表歌曲 用带动唱的方式 歌声加上动作 呈现不同的风味 新北市中和区寿德里 举办关怀据点成果展 以带动唱开场 展现阿公阿嬷的活力 同时中和区长赖俊达到场致意 关心据点里的每位老人家 开动长赖里面的3.0 3.0要成立不容易 这是我们中和区第36处的 所谓的关怀祭典 要成立关怀祭典 要做很多的服务 我相信每个祭典 对我们所有的我们这些长辈 都是最大的这样的一个关怀跟照顾 高龄化社会老人家在地安养 已经是进行式 里长以关怀据点实际关心长者 安排许多动静态的课程 让阿公阿嬷就像是回到学校进修一样 活到老学到老 同时把他们上课所学的作品收集起来 以受得理一郎模式公开展览 为他们的努力学习 给出掌声喝彩 因为当我看到台南市 现在是台南市 那时候是台南县永康乡的 那个副心理理长坐这块 我就发觉说 我要把 他那边也是一个很多很多眷区的老人 我要把那边老人的福利 带到这边来 既然他们可以有欢笑 为什么受得理没有 所以我就毅然决然成立了 社区办法区点 相信乡亲的名号 很多人跟我一样 参加很多照顾关怀的课程 有时尚的热灵 让我学习如何操作智慧师手机 现在我连智慧师手机都会了 还有就是说 补导人生 补导人生 还有就是 补导人生 还有这个 这个什么 按摩的 就对我们的身体都很好 人口老化高龄化的社会 已经是不可逆事实 如何让老人家开心养老 成了社区必须面对的议题 受得理 关怀据点的成果展 展现长辈的丰富生命力 关怀据点在地安养 应该是最实在的 护老福利政策 记者林立如新北报道 欢迎订阅